孙子兵法三十六级现代商业实战运用 第二十四级 正话反说 在美国拉斯维加斯 有间牛排店 居然堂堂正正地命名为肮脏牛排店 令人望而生畏 又疑惑不解 不知底细的人 受好奇心驱使 反而偏要冒险静电 一睹其中的奥秘 店里故意用枚油灯照明 已造成朦胧的气氛 天花板上 胡着厚厚一层人造灰尘 在墙体的四周挂着东倒西歪的纸片 墙角还摆上几件破农具 锄头草鞋这类物品 作为装饰 静电后 仿佛是在一百年前的世界 该店还有一条奇特的规定 顾客光临一律不许系领带 否则隔茧勿论 而好奇者 偏偏接着领带 走进牛排店 只见两位笑容可居的小姐上来 一人拿茧 一人拿卢 罗响简落 领带当场被剪去一截 这时 又一位小姐上来递给顾客 美酒一杯及纪念品一份 所知足以补偿领带 然后领带与名片 被贴到墙上留念 这一招 从未惹起过顾客的不快 反而感到 颇有情趣 肮脏牛排店 反其道而行 达到了其名 其店 其招的效果 店名不进而走 是十里八乡的人 前来会顾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